那人也在這 你好 你要我幹嘛 好 那我今天短講想分享的是台灣政治獻金的一些發展 主要是因為最近我有參與內政部的一個那個 開放的OGP 內政部OGP的那個政治獻金的透明化這個事情的項目 然後我做了一些國內外的一些政治獻金的研究 所以想說趁這個短講的機會想要分享一下就是 台灣政治獻金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 然後美國或日本是怎麼做的 他們的觀念是他們為什麼要怎麼做 那我們台灣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有答案就是我後面提很多東西都滿流水漲的 就是那個會議中很多各個專家學者提了意見 那麼也是想說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覺得什麼樣是一個適合台灣的政治獻金的一個做法 好 那首先先講一下台灣 台灣其實是最早差不多在2000年出頭的時候 那時候監察院就提了陽光四法 想要用各種形式來讓我們的政治更透明 那所以有包含公職人員財產生報法 政治獻金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違比法跟遊說法 那我今天重點也放在政治獻金法 那政治獻金法是在2004年公佈的 就是只要你要當一個參選人 而且你要公開接受募款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申報政治獻金 那政治獻金裡面除了包含 是哪個個人捐給你的 哪個公司捐給你的 這種你的收錢的這件事你需要公開 然後以及你的花費也要公開 所以像這邊有列出來的圖 就是你是因為花交通支出 還是因為宣傳支出 還是因為什麼樣的支出 你都必須要以這樣的表格 是誰 你支出給誰 你從誰拿到錢 是個人還是公司 然後多少錢 你全部都要公開出來 那麼政治獻金法也有設很多限制 例如說你一定要是中華民國國民 才可以捐錢要超過20歲 而且你不能跟政府有大量的採購之類的 然後以及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 然後你不能說你是選立委 你捐給其他立委不能這樣子之類的 那公司也有很多的 例如說你今天是公營企業 你就不能政治獻金 然後如果你跟政府有大額採購 你也不能政治獻金 然後你有虧損 你去年有虧損 你今年不能政治獻金 然後你是陸資、港資、澳門資 你也不能政治獻金 然後一個公司 最多只能對一個參選人 捐贈100萬 然後一次選舉 最多可以捐200萬 只是像徐旭東他的財團 遠東集團上面有100多家公司 所以他每家公司都有200萬的cota 所以他可以捐非常非常多錢 然後以及人民團體跟政黨 那我就不多講了 那以及政治獻金 也有對於申報期間有蠻嚴格的限制 例如說總統是在於就是 戒滿就是他要上任前一年 是他可以申報的時間 然後以及像我們這次是縣市長選舉 那縣市長就是 因為他們是12月 這個月底會上任 那在這個月底 之前8個月上面可以申報期間 所以在那之前 他們是不能做任何政治獻金的活動 他們不能募款 也不能拿來花費的 好 所以以上都是一些政治獻金的現況 那在2014年的時候 在GNV這邊有提議 開放政治獻金的專案 主要是因為 以前雖然政治獻金 就是說它是公開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網路上查閱 你一定要人親自跑去監察院查閱 而且你監察院查閱 所以你也不能帶出電子檔 你只能帶出紙本 紙本還要收錢 一張兩塊錢 你只用列印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反核團體 他帶了好幾個 2800頁的文件 他把它掃描成一個隨身碟 然後裡面包含了馬英九炎 千苗吳玉生等人的政治獻金的帳戶 然後他就拿到GNV這邊來做 想要做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個時候就是文字OCR還沒有那麼成熟 但是要切表格算是相對容易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有提案說 做個開放政治獻金 把表格裡面一個一個提出來後 然後我們做成一個像這樣的一個介面 就是我會修一張圖給你 你只要打這一格就好了 然後所以用這個形式 我們想辦法把原來的這個 它不給數位化的東西 把它還用回原來的數位化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靠鄉民的力量 在二次小時內 就把2600份文件 30萬格就一個晚上打完了 那後來整個時候還有做一些流水線化 例如說就有人會去 因為那時候只針對六七個立委 但是後來我們想說 那時候對所有的立委都要做 所以就開始有列出表格說 請大家認領 誰去監察院硬東醫 誰來做掃描 然後誰來再把他建黨進來 然後我們再去宣傳 讓大家來繼續打完他 那那個時候其實監察院 有點反對我們做這樣的行為 他說我們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有點違反政治獻金法的使用目的的 然後說希望政府做得更好 但是我們那時候也沒甩他 但是後來監察院自己內部有出過考察報告時 就有提到說 就有提到GNV這邊其實有人有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其實人民對於這東西上網公開 是有它的需求在的 那他也認為說其實GNV那時候這樣做 也並沒有對監察院造成什麼負面影響 所以其實也影響了後面其實監察院就覺得 也許就是真的上網公開 沒有像他們原來想的那麼可怕的事情 所以在2018年6月20號的時候 政治獻金法修法 那時候修法就是增加了說 並應公開於電腦 要公開在電腦網路上 就是以前只有會計報告書 就只有總額 譬如說收入總額 支出總額 那個公司捐贈總額 他以前只有總額是網路公開 但是現在是連會計報告書的內容都網路公開 所以現在已經在2019年8月的時候 因為那個法的修改 所以有個政治獻金平台上線 所以上面已經可以查到 都是可以查到那個所有的政治獻金資料 那所以這次獻金這樣就透明了嗎 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首先第一個是公佈時間非常的慢 像2018年10月24號的市長選舉 一直到2019年8月的時候 才能查到他的資料 2020年1月11號立委選舉 一直到2020年7月的資料才能上線 所以我們這個月初選舉完 但是我們可能要等到明年8月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一次市長選舉的 政治獻金相關的領目 這個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然後以及說政治獻金的支出方法 也比以前多又很多 像是之前我看到博恩夜夜秀 有找張漢天上來自我介紹一些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翻騙了張漢天的政治獻金支出 我沒有找到他怎麼支出給博恩夜夜秀的 所以他到底是透過廣告公司 還是用什麼形式 其實我們都很難追查 然後臉書也有公佈了 就是所有的選舉廣告出資者 是誰花了多少錢 但是其實這東西跟政治獻金的生貿內容 好像又很難勾計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廣告看板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廣告看板跟政治獻金也很難勾計起來 因為可能有的看板 又是那個就是可能是支持者出資的 又不一定會在政治獻金的那個裡面 然後以及說那個初選 其實很多政黨初選就是華大協 但是初選要貌被政治獻金納款 這也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然後以及說其實假如是一個有錢人 他不需要靠捐款的 他靠自己的錢 他就可以來參選了 那他就完全不用申報 他的花費都不用透明 那這樣做是OK的嘛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討論的議題 那法律也有設定上限 就是每一個競選的上限是多少 可是這個上限僅供參考 實際上很多的候選人 花費是沒有在管這上限的 那台灣政府做了些什麼事呢 那首先因為那個之前就是 唐鳳去加拿大有宣誓說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政府要加入OGP 所以那時候在加入OGP 就是開放政府夥伴的時候 就要立出一些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那其中內政部所提出的行動方案 就是要針對強化政治現金透明化 所以這是在2020年發生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2020年有一個內政部的會議 那那個會議其實我就把剛剛我講的這些東西 我是以民間專家身分去講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帶去那邊 但是我發現到那個內政部 因為他已經有個既定他們想做的事 就是他們想在政治現金裡面加入關係人 所以那天我講的這些問題 他們都覺得這是實務上做不到的事 他們完全不考慮這些事情 他們只想要做他們在2019年已經本來就在想推的事情 就是那場會議讓我滿不爽的 但是後來上個禮拜 又要找我去開一次這個會議 就是有點是上這個會議延伸 但這一次他們就有列了幾個討論事項 就是首先第一個 自由資金是否要納管 然後政黨初選是否要納管 跟廣告物要揭露 所以我覺得就比20年前進步很多 就真的是有在討論這個議題了 那麼我那時候就因為要去開這個會 所以我就對於美國的制度 或者是其他國家怎麼做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這邊也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美國沒有設定期間 就是美國只要這一次大選結束 就是下一次大選政治現金申報的開始日期 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可以開政治現金專戶 隨時都可以申報 然後但是他的設定幾個檔 第一個是你花費五千元美金以上 你才需要做被管制 然後五萬元以上就要電子申報 然後他沒有設定花費上限 然後以及他有設定一些 但他有設定一些期間就是 什麼樣的金額什麼樣的錢 你要在撥塊的時候要申報 所以他的基本條件就是48小時 他只要人申報後48小時就要上網公開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獨立之術之類的 好 我覺得時間不夠可惜 對 那後面其實 再給我一分鐘 好 對 那其實後面 這邊沒有什麼結論 因為這邊是由那天的那些專家學者 或者是一些民間人 就是做 針對各議題所提出來的論點 所以這些論點可能看起來有點混亂 是因為他是來自於各種不同的人提出來的意見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說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那麼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在 我的影片有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再回去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初選這個議題 就是初選要不要納入政治現金討論 那麼 一開始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初選是政黨內部 政黨內部的事情 其實我們有必要加那麼多管制嗎 但是現場有一位晚林就提了說 他是台南人 台南是民進黨 就是只要派出哪個候選 他躺的都上 所以其實民進黨的初選對台南來講 就已經等於市長選舉的結果了 那所以初選對台南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但是問題是 因為像剛講 縣市長申報是要在選舉八個月內 但很多初選其實在八個月之前就做 所以他就完全不用被那個 被 不用申報 那麼 所以就有幾個方法 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申報時間再拉長 因為像美國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申報 那台灣設定八個月 主要是因為 他不想要讓選舉這件事情 太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因為影響八個月已經影響很多了 那所以這件事 該不該延長其實是滿值得討論的事情 然後以及也有人提說 那如果我們八個月這件事不要改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要嚴格限制 政黨不應該在八個月之前就辦出選 他應該把出選放在裡面 不好意思 我在最後一頁 對 好 這個我覺得公開時間我也很想提 就是美國可以做到48小時就公開 但是台灣卻要做九個月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不利於監督 那監察院當天在現場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政治獻金法規定說 你參選要在選後的三個月內完成申報 所以他們要選後三個月 他們才可以收到所有的完整資料 然後三個月後 他們依法也要查核六個月 所以他們說他們很努力在四個月內完成 對 所以才會說至少可能要三加四 七個月後才能公開 但這件事其實對我們要去監督 政治獻金發費也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那所以也是很希望說 有群眾的力量可以給監察院壓力說 是否能做到 就是監察院不要那麼在意說 因為他要查核資料正確性 但是他是否能夠做到說 收到資料之前公開 要查核之後再更正這樣的形式 但這可能需要民間的壓力 或需要一些法律的保障 才讓他們安心做這個事情 好那至於其他內容 就麻煩大家可能自己翻閱 那如果有興趣想要討論這個議題的話 也可以在speaker上討論 或也可以找我聊 好 謝謝感謝Ronnie的分享 謝謝 感谢观看